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好,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整个这个后台管理界面的首页呢,制作完成了 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来制作它后面的这个用户管理的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的话,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分析一下 这个界面呢,这个顶部的这个导航呢,是和我们这个全局呢,通用的 然后呢,在导航下面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显示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是分左右两栏 那么使用到我们的这个三格系统 那么左侧呢,是占用了两个三格,然后右侧呢,是占用了十个三格 然后在这个左侧的话,它是使用了一个这个列表 还用了一个列表 然后右侧的话,它是用到了一个这个页面的这个标题 以及这个Levis Table,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制作的这样一个显示效果 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表格Table 然后这样往下的话,会有一个这个下一页对吧 那么这个呢,看了一下,不是很难对吧,很简单 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制作 我们打开这个编辑软件呢,找到这个User List 然后呢,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导航下面呢,来加,加我们的内容 首先的话,这个主要的区域,对吧 主区域的话,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下这个div 然后给它一个class等于这个container 然后呢,给它一个div 好,div等于这个class等于这个row 好,左右分栏,左侧为两栏,对吧 左侧为两个三个系统 那么谁说给它一个c为2-class-2 好,然后右侧的话是10个,所以说就给它一个10 左侧的话,有一个这个导航的一个列表,对吧 导航列表,好,一个小菜单 那么这个菜单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这个list graph来制作,对吧 list graph,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做 我们在这里呢,建一个这个div 好,直接给它一个这个class呢 等于这个list graph 然后里面呢,我们来写这个超链接 好,超链接的话,链接地址 先链接到uronlist.itml吧 然后呢,首先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用户列表,对吧,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加一个这个class,class呢 等于这个,看一下 class先不加吧,先不加 先把这个呢,都写完 还是加一个,这class刚刚是没想起来 那class的话应该给它加什么 然后呢,加这个list graph-item,对吧 对吧 好,class-list-graph list-graph list-class 这个list graph 好,第一个呢,是用户管理 第二个呢,是这个用户搜索 然后呢,是添加用户 好,然后呢,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那么这里的话,这个导航呢,覆盖到了我们右侧的这个小的这个菜单 那么我们怎样来处理呢 之前讲过,我们直接把这个导航的浮动呢,给它去掉 那么就可以了,然后浮动效果去掉 好,然后呢,再来刷新 好,没有问题 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这个默认的选中状态的效果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给它添加一下 好,选找到第一个呢,第一个例 然后给它一个active 好,这样呢,就可以了 好,没有变化,对吧 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来做 后面呢,是这个页面的标题 那么是这个用户管理 好,那么它是使用到这个pkheading 好,右侧来 首先呢,给它一个这个div class呢,对于这个分页标题 好,分页标题,he 用户管理 好,刷新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这个字体呢,有点大,对吧 有点大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这个修改 好,样式给它修改一下 那么看一下,它是在我们的这个pkheading里面 好,在这里加一个注释 然后选择它,给它加一下它的这个样式 好,现在吧,这个呢,写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对它哪些数据进行处理呢 审查元素,看一下它们是否有这些外边距,对吧 好,那么都有外边距 hue呢,和这个pkheading呢,都有外边距 那么需要把外边距处理一下 然后呢,需要把hue的这个字体大小呢 进行一下这个设置 好,那么在这里呢,还需要给它的这个hue呢 设置一下 那么hue的话,我们首先将它的这个margin呢,去掉 然后将这个phone size呢,设置成16个像素的字体大小 好,然后呢,是这个外层的这个pkheading 然后把它这个magic top呢,给它去掉 好,这个时候呢,再来刷新 好,没有问题 然后再往下呢,这里是一个这个levy tables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来添加一下 levy tables,然后找到这个 下面 一个ul 给它一个class呢,等于这个levy 然后levy tables 好,然后里面呢,给它加一个这个levy levy呢,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呢 是这个activate 然后levy里面的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乘链接 Uran list 然后是用户列表 好,然后呢,来刷新看一下 好,没有问题 用户列表 那么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levy tables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进行多个这个levy的这个添加 那比如说,我还可以给它加一些 好,那把这个默认选动状态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先给它去掉 那比如说,好,我在左侧有导航 那么这里呢,我们同样可以给它加一些导航 那比如说,用户搜索 然后添加用户 那么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刷新一下 好,没有问题 用户管理,用户搜索 同样可以加在这里 好,会有一个这个导航的效果 然后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话会有一个这个table 有个表格系统 有个表格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这个表格 好,找到URL的下面 好,首先呢 给它来写一个这个table 好,给一个table 然后呢,给这个table呢,一个model class 也是这个table 好,然后呢,是这个table的这个标题 好,标题区域 好,th的话我们看一下 一共是几个标题 一个,对吧 一共是四个 id,用户名,邮箱操作 好,来写一下 ad,用户名 邮箱 操作 好,那么这是标题 刷信 好,没问题 然后呢,是详细的这个用户列表 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么这个ad呢 是加出的效果 所以说它可能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 例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th,对吧 标题 好,那么可以这样来写 然后呢,是这个tr 然后th 然后th 然后这个th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阅读设备的吧 阅读设备的一个效果 sc 然后ow 然后第一个呢是ad,对吧 ad比如说第一个是1 然后呢,后面呢给td td 那么td里面呢,ad用户名 那么用户名,比如说张三 好,张三的邮箱 123 123 456789 add mites ed 好,然后 这个操作 td 那么这个操作呢 好,有一点这个操作 我们还需要单独来 这个设置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写两个文字来进行这个 保留一个这个内容区域 好,先看一下 操作 先把它放上去看一下效果 好,没问题对吧 张三操作 邮箱 那我们多复制一下 好,复制两份来看一下效果 张三 李四 好,任意的写一个 id是2 好,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操作菜单的这个按钮 如何来制作 好,那么这个操作 菜单的按钮的话 它其实是使用到了 这个borderstrap 框架的这个 狼嵌式的 导航里面带 狼嵌式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我们可以打开 这个中文网 然后呢,找到这个组件 好,然后找到这个 导航这里 好,看一下 导航这里的这个 带下拉菜单的 好,就是这里 好,这个位置 好,使用的是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做呢 我们把这一段代码拿到 好,大家看到 把这个例拿到 然后呢,我们来对它呢 进行一些更改操作 复制过来之后呢 先把这个粘贴呢 把这个操作呢 给它一个替换 好,操作 把标题呢 改成这个操作 然后将这个 先改成操作 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改操作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效果 点一下它会弹出一个东西 好,那么这个呢 和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我们来更改一下 首先呢 把这个粘呢 我们给它更改成什么呢 DAV 好,粘给它更改成这个DAV 这里缩进一下 然后呢 然后给这个 操链接A 好,把这个操链接的A呢 给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按钮 好,改成按钮 然后给这个按钮呢 添加一个样式等于BTN 然后呢 BTN Default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个按钮的效果呢 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是这个弹出层的内容 对吧 弹出层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哪些操作 编辑、删除、锁定、修改密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编辑、删除、修改密码 打开 在URL里面呢 来操作 写一个例 然后呢 一个这个删链接A 然后给它一个 锦号来代替 给它一个锦号来代替 那么 后面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个编辑 好,编辑 然后呢 删除、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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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 修改密码 好 然后呢 来刷新 点一下 编辑、删除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是这个位置 点一下 编辑、删除、锁定、修改、密码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和这边呢 完全是一样的效果 好,那么我们把下面的这个 可能理事的也给它这个 替换上去 理事的操作 好,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 OK 没问题 好 然后呢 这个列表用户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复制 复制几份 复制N份 然后呢 让它尽可能想的这个长一些 好 然后呢 刷新 那么这样呢 就和我们这个左侧呢 是一样的效果 对吧 好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这个 什么呢 这个分页了 对吧 分页了也是这个组件里面呢 默认的样式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呢 选一个这个自己感觉比较适用的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的复制过来 然后呢 粘贴到它的这个后面 好 表格的这个后面呢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来刷新看一下 好 操作1 然后呢 和这边的话 还有定的区别 对吧 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这个 不同样式的 对吧 我们直接把这个后面呢 给它这个加几个 这个span的话 可以不要 它span可以不要 可以去掉 1 2 3 4 5 6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刷新 好 123456 然后呢 把这个链接的这个默认样式的话 给它去掉一下 对吧 链接的默认样式 好 它这里有个这个默认的选中 Active 好 看一下 去掉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 没有问题 123456 好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个这个向右的这个键的符号 对吧 好 这里复制一下上面的这单代码 好 好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加一个这个右侧的这个浮动代码就可以了 好 浮动的样式 整个这个 给它加一个右侧浮动 class等于这个右侧浮动 好 然后再来刷新 那么它就到这个右侧去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用户的这个管理 好 用户管理的这个列表 然后呢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刻的话 我们来做这个搜索的这个列表 好 搜索的这个样式 好 那么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刻的话我们继续